曹总好 赵爷 依附于我们的谢家知道您来江城了 谢家家主想邀请江城各大势力 给您办一次疾风宴 您看 不去不去 我这一露面 整个江城都知道了 我以后还怎么送外卖 我要来江城 老头子很生气 非要让我送三个月的外卖 少一天都不行 少爷 我知道 您来江城是来找一个人的 但是 线索实在太少了 这很难 确实很难 但总要是 万一送外卖 送着送着 就找到了 死鬼 你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怎么来找我呀 露雪那木头 非要结婚才让碰 还是你好 花样这么多 今天给我准备的什么呀 我点的东西还没到 不过 绝对让你满意 小妖精 说他 这一弹有意思 说一定要准时 请慢 把我的车拿了 把车开过来 把车开过来 记得把电充满 待会儿还要用 愣着干嘛呀 快上车跟上啊 别让少爷热闹 靠 他妈的谁呀 洛雪 赵志文 渣男 我们结束了 洛雪 你是他先勾引了我 我只是犯了男人 都会犯的错呀 滚 洛雪 是我帮你拉来的 卸家一个亿图 有了这笔财产 你就可以一展报 将洛雪传媒 打造成华国最好的云南人 而且 你要是取消会 爷爷就不会将洛雪企团 交给你一个人 投资的事情 我自己会找 但我会 我不会跟你结了 好样的 美女 有志气 钱没了 可以再赚 这架错了人 一辈子 可就毁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 插什么嘴呀 羡慕我废了你 月川 送外卖的怎么了 她说的没错 我要是嫁给你的话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洛雪 你不要投资了吗 你不要跟我结婚了吗 投资我不要了 办婚我会结 但不是你 那是谁 跟他 你慢慢玩 记得给我五星好评了 买到了 这是咖啡 行行行 别啰嗦了 该健健肥了啊 上野下游 美女 喝点什么 这是别人的外卖吧 没事 先喝一杯 待会儿 我赔一杯就行了 救命啊 回来 小火猜猜 我让你跑 让你跑 谢谢你救了我 你好笨男 这么大了 还能被人犯子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可以跟你 我不和笨男孩玩 原来是你 美女啊 这个人生想要过的雀 必须头上戴上绿 我实话告诉你 刚才酒店里那女孩 其实 她是我前女友 那个女孩 是你前女友 你要是有什么要帮忙的 你尽管跟我说 什么忙都能帮 当然 我需要一个亿 一个亿 可以啊 谢谢你得我开心 你不相信啊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 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联系我 我就是一个姓 可以 您说 您穿过外卖服 就说要帮人一个亿 谁会心啊 再说了 那个夏姨姚 不是您才在酒吧认识的吗 怎么就变成前女友了 咱秦家大少前女友 哪有那么好当啊 这个劝人呢 你就要 让她觉得 你比她还要惨 这样她心里才舒服点 说的也是 但是少爷 您送个外卖 就帮了一个亿 您以后还是 不要到处留情的好 不一样 一个亿还是 少爷 难道她就是 您来江城 要找的那位 没错 就是她 对了 帮我查清楚 好 少爷 您别忘了 老爷子 还给您安排了 相亲对象呢 何家那个 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 相亲不成功 这还不见得 走好啊 停下停下 停下停下 送完卖的 把东西放到门口就行了 我今天不送完卖 我是过来吃饭 骗鬼了你 你这一身 就是送完卖的 今天订单多 没来得及换衣服 我真的是过来吃饭的 28楼 星河亭 星河餐厅 这儿是最贵的餐厅 你个破送完卖的 你要去星河餐厅吃饭 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 你是隐藏富二代 比较靠谱一点 你怎么不拦他们呢 人家是高贵的客人 就因为 我穿了个外卖服 这不就是证明身份吗 我他们还穿个保安服呢 我需要衣服 你刻马上 别以为你脱了衣服 就不是送完卖的 脱了这身衣服 我还是个小保安 快点 别让少爷等齐了 少爷 里面请 衣服别弄丢了 我可是交了押金 是 少爷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 何小姐好 不好意思啊 有点事情 来晚了 秦少爷一来江城 就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爷爷 我爷爷想给你办场 接服 向江城商界介绍你 你都不肯闪光 最近有点事情 不方便露面 还请何小姐 不见到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我懂 对不起 秦少爷 我 不大喜欢相亲这种模式 所以 我理解 何小姐不用有过敌 我有女朋友 秦少爷的女朋友 她定然是温柔贤惠 举止优雅 温柔贤惠 优雅谈不上 只不过 是有点浪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情况如何 因为婚期将近 所以 洛小姐便没有 学校婚礼 她找了一个高中同学 准备假结婚 时间就在三天有 我靠 这是小短剧的套路啊 这样可不行 我从小惦记的女人 怎么能让她 就这么跑了 这样 按我说的去做 这个不是叶川吗 怎么穿得人模人样的 来这儿调小姑娘 穿 我可没装有钱人 呸 我之前在酒吧搭讪你 看你穿得人模狗样 没想到 你竟然是个破送外卖的 难怪你突然间追我 又突然间分身 废话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上你了吧 我来这儿 可是来调金龟絮的 你来这高档场所 也是来调富婆 当坠絮的吧 我靠 被你发现了 你个送外卖的 怎么在这儿啊 工具难 哎呀亲爱的 你可算来了 这个破送外卖的 在这装有钱人骗女人呢 哎呦 小子 很多花样吧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江城首富 何家的餐厅 我现在就在和何小姐相亲 我就是何初灵 有什么问题吗 何初灵 何家大小姐 亲爱的 你可千万别被他们唬住了 这何家大小姐 怎么会跟这个群屌丝相亲呢 更别说他只是个破送外卖的 何家大家所 相亲前必然会各种调赏 知道你是一个臭丝外卖的 何家千金会吊你 你送外卖 啊 新用 新用 不是女人吗 掉凯子 男人掉富婆 你们俩 不会是看对眼了吧 哈哈哈哈 这个酒店的经理 是我赵某人的铁哥们 我叫人揭穿你 把你们丢出去 你们等着 啊 你们等着 黄兄在此 谁敢放肆 既敢冒充我们家大小姐 就是他 我们家大小姐 正在跟谢家家主筹备迎接坛上的接风宴 哦 哎 黄弟弟 就是 哎 黄弟弟 这 这 你怎么打我啊 是 见过大小姐 见过大小姐 起来吧 是我的错 没有提前通知你就到这里 不过我没想到 我们星河餐厅的管理 居然会变成现在这样 什么人 都可以随意驱逐客人了 你说家打死我 把他们带走 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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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被人骗了 黄小姐 他真的是个送完卖的 他一心想当追戏 已费成天 黄小姐 你想当追戏 是 我目标都选好了 少爷 您平时花几十个亿 眼睛都不得眨一下 怎么这次抢过婚 还紧张起来了 毕竟是紧的 我有点头意思 少爷 你来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可是有某证的 婚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最大的端子 江城没用 爷爷从京城空运过来的 哥 请问你的事 千万别给我搞砸了 是 少爷 这是少爷 不然是当追戏 没想到啊 我竟然当事了 骆家追戏 这是剧情里 才有的情节啊 当了追戏 先回后来 我会让陆轩 彻底爱上我 从此我摇摇有 理性人生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啊 你当不成追戏了 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 拿着这些钱 以后永远不许联系 洛雪小姐 这第二条路 洛雪爷 聪明 把手机掏出来 打电话 到这上边念 姐 请的人半路上社区联系了 我现在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什么 怎么办啊 洛雪 对不起 我不能来参加你的婚礼了 我考虑清楚了 我坚决不做继续 我要靠自己的力量 和努力 去实现人生的力量 咱俩路上 祝你幸福 男人怎么一个个都这样 我 怎么只要雪儿一个人呢 今天的婚礼 抱歉各位 抱歉啊各位 让大家久等了 我是今天的新郎 叶川 雪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雪儿 不是说赵公子吗 怎么变成了一个宋外卖的 身份有什么要紧的 不是说我成家就好了吗 那能一样吗 我要你结婚 是希望你找个好公家 为你助力 你找了这么个坠婿 他能帮你成吗 是啊姐 别说只要你结婚 就可以掌管洛雪 还有你和赵公子呢 毕竟 他可是给我们洛家 招了一个亿的投资呢 他没有结婚 就出去鬼混 我才不嫁他 那总比嫁个废物强吧 现在跟赵公子 结不成婚了 那投资 那黄了 现在赶紧跟叶川离婚 妈 我才刚结婚 我不理 这笔投资对我们很重要 离婚 和赵公子结婚 堂堂洛家 为了区区一个亿 就让我和我老婆离婚 你们还把洛雪当去人吗 不是你一个送外卖的 还区区一个亿 你能拿出十万吗 一个亿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吹 你就吹啊 送外卖的 别以为你嫁着落下就了不起啊 你就是一个坠婿 记住你的身份啊 我看不惯你们卖女儿 卖孙女的做派 这里没有你插嘴的份 叶川 这是家族的大事 你别说了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你是我老婆 我当然要问你说话 以后谁都不许欺负你 一个亿而已 我来解决 给洛雪投资三个亿 是这样 胡闹 你看看你 你嫁了个什么人 叶川 你先回去 放心吧 再等等 喂 曹经理啊 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洛先生 我们想和贵公司合作 决定给洛氏投资三个亿 三个亿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我们洛家的荣幸啊 那届时还请洛小姐 亲自来我们公司详谈 雪儿 洛雪 你是说洛雪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雪儿 你认识秦家的人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认识 曹家管家亲自打电话过来的 说要给我们投资三个亿 三个亿 你 我的老婆 我当然要扯 区区三个亿 你是个送外卖的 不可能是你 你认识秦家的人 哦 我之前经常给曹管家送外卖 他一直都给我五庆号付的 扯 你给我扯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喂 谢公子 你认识秦公子吗 当然认识 秦少爷 那是我哥们 你们若是遇到了困难 我不光要自己投资 我还要拉着秦少爷一起投资 是三个亿吗 对 这千马三个亿 好好好 秦家公子和谢公子联合投资的啊 差点被你小子给骗了 就是啊 我说怎么可能是一个外卖员呢 离婚 这种人不能压 这序你就罢了 还满嘴的谎言 我们洛家 如不得这种人 这都能遇到 看他下段酒不骗我 难道不好当吗 我会总是无处不在 今天谢谢你啊 不用谢 你也不相信 三个亿的投资是因为我 我说的谢不是这个 是谢谢你今天 能跟我结婚 我是认真的 难道我们这婚事 对不起啊 莫名其妙的让你入阵 我以后会每个月 给你十万块的生活费 你这是要和我行婚的 我知道这样子很突然 你也可以拒绝的 我知道 我就是送外卖的 你瞧不起我言正样 不是 我一点都不嫌弃 你是个送外卖的 反而我觉得 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 没什么不行的 可毕竟 咱们俩刚认识 那 我还有机会啊 当个亿图子的事情 我相信是因为我 你觉得我在吹牛啊 你这不都是为了我好吗 你吹牛 也是为了我吹的 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果然不一样 你到底 愿不愿意 来见一个这么好看的媳妇 我有什么不得已的 那就好 你干嘛去啊 睡觉 你不能睡在里面 那我是哪 你放心 明天我会收拾出一间客房 来给你住 我会让你一直住在沙发上的 好 晚上 不许怕进来 放心吧 住下 乐姐 怎么又来一枚女啊 李总 我看您有点喝醉了 要不 我带您去休息室 休息啊 可以啊 但是 要她 陪我睡 乐姐 我不要了 李总 她晚上还有工作 要不改天 改天我请您吃饭 她不行 乐总 你也可以啊 发什么酒负 别动 你他妈 你个臭死我 卖了 可跟我动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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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我的事 吃了自己热热的 不关 不关我的事 你没事吧 我没 哎呀 我的手 疼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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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医院 走 哎呀 她妈 这 这么晦气 真晦气 嗯 嗯 你他妈谁啊 跟着我的路 就是你打伤我们家少爷的事 你怎么敢的 喂 少爷 人昨天晚上我们找到了 被我们下晕了 扔到大街上了 胆子那么小 还敢光天花日 调戏我老婆 少爷 那接下来 你是不是投资了好几个影视剧吗 把他们全部 装给落实 是 我警告你 不许进我姐房间 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听了我跟我姐的对话 趁火打劫 你就是个臭流氓 你干活怎么这么好 与你老老 那方面不和谐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好了 姐 你既然股份都已经拿到手了 干嘛不和这个臭流氓分手啊 谢哥哥哪里比不上这个废物了 我自己有分寸 跟我回方先 这可不是 我不要上去的 你 你 脱了吧 啊 快点 把衣服脱了 我的伤还没好呢 不太合适吧 你想要什么呢 快把衣服脱了 你伤口都裂了 原来是给我换药了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事吧 今天 谢谢你啊 谢谢你 你是我老婆吧 你不说 可不能怪我啊 是你自己错过来的 你 你 你今天 别进房间睡 我先放两个车 你 你 以为 居然是梦 起来了 我回来了 这么晚才回来 死哪去了 我当然是去工作了 你这是什么工作 赶紧把这工作给辞了 别给罗家人丢脸了 我是结婚又不是卖身 干嘛要把工作死了 你那能赚几个钱 还不给我女儿吃一顿饭的钱 妈 你说什么呢 你别管他 对了 后天是你的生日 云阳也要来 记得买漂亮点 妈 老婆 后天是你生日 你老婆过生日你都不知道 你脑子想什么呢 妈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 你别管了 我告诉你 到时候不准夜传参加 别给我丢人现眼 妈 你快去休息吧 什么事 给我准备辆车 少爷 您终于准备开车了 不是我开 是给我老婆的生日礼物 少爷 咱们不是才送了礼物吗 上次是抢婚的礼 这次是生日 怎么能一样呢 这叫惊喜 少爷果然英明 你怎么才到啊 去取了点东西 当个一会儿 你就说你给我准备生日礼物 所以才迟了 啊 其实我 过去吧 走 哎 姐你回来了 快坐 谁让你进来的 丢人现眼 赶紧给我滚出去 妈 叶川是我的丈夫 他来参加我的生日 不是很正常吗 姐 这什么丈夫呀 他就是个趁我打结的混蛋 云阳今天也要来 你赶紧让他滚出去 早知道云阳那么喜欢你 我就应该让你嫁给他的 凭着谢家的关系 我们洛家呀 早就可以成为江城的十大家族之一了 妈 您要是想嫁一个给谢家 要不你再生一个 你 你 怎么说呢 妈 叶川不是那个意思啊 对了妈 刚刚在门外的时候 叶川说 他是因为给我准备生日礼物才知道的 是不是啊 叶川 你快把礼物拿出来 给我带上 姐 到底是叶川挑选给你的 还是你买来给他 撑撑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妈 我刚刚在外面全听见了 那盒子 是我姐 栽给叶川的 雪儿 是你给买的吗 妈 我们俩不是夫妻 生花的钱不都一样吗 你 你要气死我了 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个愚蠢的女儿 这确实是我老婆给我的 不过 我给我老婆准备了其他的 我倒要看看你送了什么东西 这 海洋之心 这可是价值三百万呢 什么 三百万 他就是那个吃软饭的 就算买什么好东西 那花的不也是我们洛家的钱 好你个叶川 你才进我们洛家几天啊 花钱就大手大脚的 谁说花的是洛家的钱 那你的意思是 你自己买的吗 没错 那这个就是假的 你懂不懂啊 就说它是假的 我怎么不懂啊 哪位是洛雪小姐啊 外面停了一辆车 说是送给洛雪小姐您的 请您出去先收一下 车 你买的 车 一定是谢哥哥 谢哥哥收了 他今天要去4S店 给姐姐准备礼物 羊羊来了 我们去看看 姐走了 谢哥哥来了 这不是最新款的 老斯莱斯吗 这价值几千万呢 我 我 不是有能死 你都在的吗 羊儿 兄弟 生日快乐 啥就是谢一样啊 哎呀 还是人家懂事啊 你怎么来了 不用没有邀请你 哎呀 别这么说 毕竟我也是过来 给你过生日的 还给你带了个礼物车呢 谢哥哥 到了 你给姐姐送的 这个车也太棒了 这个是老斯莱斯 最新款 老斯莱斯 这个车也太漂亮了 这算什么吧 一辆车而已 只要雪儿喜欢 哪怕是一个夜 我也在所不辞 这车我要不起 你还是拿走吧 雪儿 说什么胡话呢 云阳 你别听雪儿胡说八道 这个礼物啊 阿姨特别喜欢 好好好 阿姨喜欢就行 我也不止给雪儿 准备了生日礼物 给大家也都准备了 一会就过来 好好好 云阳啊 真是太贴心了 雪儿 还不快跟云阳说谢谢 谢什么谢 这车是我送的 不是 这 这小子谁啊 他是我老公 叶川 你干什么 云阳 你别管他 他就是个倒插门的 随时都可以离的嘛 哦 知道 听说过 那个 诺家找了一个外卖员 做秩序 是你 是你吧 没错 我就是那个坠序 哎呦 你还挺光荣 哎 不过也是啊 毕竟一个外卖员 能做成坠序啊 那也是光荣耀祖的一件事 对不对 对吧 我确实以落雪的夫婿为荣 所以才送你这辆车 哦 就你这送外卖 你能买得起 劳斯莱斯 你连个车 哭了你都买不起吧 哎呀 谢谢大哥 他今天上午买了一个破鱼头 还说是什么海人之心呢 别逞强了 你说这车是你送的 那你把钥匙拿出来看看 啊 我来的时候聪嘛 啊 没带上 不过我一个电话就怎么样 原来是这样 谢哥哥你面子真是太大了 你知不知道 这辆车没有钥匙也能开啊 捂谁呢呀 啊 看车不就打开了吗 这怎么可能啊 难不成 这 真是叶川定的车啊 一定是你对我的车做了什么收效 对不对 谢云阳 一会好好说 别动手动手的 啊 你说这车是你 我现在就给汽车的服务船打电话 嘿 这到底怎么不上 没事 河市集团的负责人马上就到 我看你待会怎么 哎 初灵 你怎么心思难了 赵 你告诉他 我是不是在你那儿订了辆车 是的 谢先生确实在我们博士订了辆车 你这个狗东西 竟然敢撒谎 但是 谢先生订的是辆二手车 而这辆车 是洛小姐的先生 叶先生订的 听清楚的来 快滚 谁 圣燕 啊 车上来了 这两年 在汽车背后护车的 好像是我们秦家 哦 又是我这个好弟弟的我手机 多注意点钱 一定要关注到戏里 是 少爷 啊 少爷 何小姐说 愿您见一遍 何小姐 你到底是谁 老婆 你怎么还没睡 你到底是谁 我 说什么呢 你哪来得起 有人说你和一位男人鬼鬼祟祟的在门口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说 其实那辆车是 你哪个 已经不关心 你租的 细于呢 我等你不快好意 我不想 让你下来人情 你租车是为了我 啊 我回头把钱拿给你 那我今天晚上 是不是 不用睡茶吧 小的美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进来铺床 来了 秦总你好 我是乐视传媒的负责人 魏雪 我叫曹琴 我是 少爷的管家 原来你们是曹姐 洛小姐请坐 您看看合约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就可以签字了 小姐 我没看错 请总只拿百分之一的股 就愿意投资三个亿 当然 曹总 秦大少爷是不是认识我们 我们少爷刚来江城才一个月 我想你应该不认识吧 当然 少爷给您投资 是希望您做出一番事业的 您可千万不要 顾不少爷的期望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那 你来这干什么 我知道了 你们洛世集团快破产了 来求秦总了是吧 跟你要 你这么说 毕竟 我还可以帮你去决心 看 秦少爷已经答应 给我们洛世主席 答应 怪不得今天穿这么高的 原来是去勾引起 我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学 难怪书你看不上 你刚才是爬什么秦总是 谁也好 你 你 龙雪 你这没一个人也不是 没两个人也是 你走 你拍个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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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打我 信不信 我让秦总封杀你们 好啊 你试试看 怎么回事 秦总 啊 在昆蓬集团打人 他分明不把秦总放在眼里 所以呢 所以他要是要吗 他不敢走吗 我 知道没有 还不赶紧 把他给我 给我把 他 赶出去 我 我 我 别说 让我打着 老婆 明天再看吧 早点休息 不行 秦总那么相信我 帮我 我可不能让他失望 那 我帮你 你 算了吧 今天妈让我把陈柏弄进公司 已经够让我头痛了 我这个小舅子呀 你可得找人看着点 别把落实的名声搞臭 要不 你帮我看着他 我 自从公司得到注资以后 很多公司 都找到落实合作 我真的没有时间 我真的没有时间 既然老婆的大人都开口了 那我大人就走了 那现在可以睡觉吧 事情都解决了 该睡觉了 你干什么去啊 要不 约某 小舅子 下贱东西 凭你还想跟我们一起吃饭 你 看什么看 赶紧收拾东西 送陈柏去上班 饭不让我吃 你要我给他当司机 怎么了 还委屈你了不成 给陈柏当司机 总比送外卖有脸面吧 妈 你没有在吵什么呀 你来得正好 赶紧把你的钥匙拿出来 给陈柏开 这怎么能行 这车是能穿送我的 那怎么不行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他能有钱 买那么贵的车 还不是你掏的钱 妈 真不是 姐 我才是你亲弟弟 我第一天上班 你总不能让我没面子吧 我说这么办 就这么办 最近很奇怪 我们公司的艺人柳青青 上了热搜 被多角度传播一些 没有根据的绯闻 我怀疑 这一定是有人 对我们落实的阻击 肯定是你们得罪了谢公子 谢公子的报复来了 这信谢的真不要脸 也不看你找的是什么老公 又知道这是 全力公关这热搜 我们已经努力过 但微博那边 根本就不理我们 那得加大公关资金 我们也加过 但这次似乎 真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哎呀 看 就跟谢公子道个歉 这个热搜啊 只能下 方便你能遇到问题 简单 钱确实不能解决问题 能有很多很多钱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喂 少爷 告诉老头子 微博欺负他儿媳妇 让他把微博买下来 送给他儿媳妇 什么 买微博 这要好多钱吧 少爷 是 我知道需要很多钱 不过老头子他有钱啊 也不差着 百十亿美元而已 你跟他讲 如果他不买来的话 我就在江城 送一辈子外卖 说 喂 疯了 疯了 为了红老婆开心 只要花一百多亿买微博 这可是美金啊 我昏度解了 老头子彩礼钱还没给 买个微博当聘礼 不过分吧 是你啊 你认识我 上次李总喝醉了 要拉我走 是你救了我 原来是你啊 来了 小洛总要带我去见制片人 下次有时间 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那我真的 有这么经验 快点 走 小洛总 你说约制片人见面 可是怎么在这儿啊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对不起 我不解了 我告诉你啊 来都来了 硬着头皮要给我去 要是搞砸了 你也别想混了 走 李总 你要的人啊 带过来喽 李总 李总 那咱们收好的合作呢 愣着干什么呀 给李总捡脚筷 李总 你干什么 对不起李总 我不是故意的 来去尸了 静静 手真热的 不要李总 不要 放开他 叶川 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跟踪我 说什么跟踪啊 我只是来工作的 我他妈在做生意 你逼狗啊 骆总 这里就是你给我的诚意吗 李总 走 走 你给我过来 我 我 陈柏 做生意可没你这么做的 你姐要是知道 为什么你好看的 现在已经在微博肉搜上了 你要是再被拍到 难道你也想上一次微博肉搜了 叶川 叶川 你想干什么 你先敢动我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就你这小夕哥吗 还敢跟我叫他 你到底什么人 原来是你啊 你老色皮 你敢骂我 怎么 上次你还教训没吃够啊 你 好啊 你怎么落在家这么对我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 我等你 记住 我叫叶川 叶川 你知道你搞砸多大一笔上银吗 你等着 我妈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就这样走了 会不会有麻烦啊 要不 我再送你回去 都什么时候了 还跟我开玩笑 我是怕连累你 你都快被卖了 还有心思担心我 以前 还以为小骆总 真的看中了我的演技 想提拔我 这样一闹 骆总肯定要雪藏我了 如果再连累你没工作 那我 别担心 他还管不到我身上 也不会被雪藏 可是 他答应给我撤热搜 放心吧 他没这个努力 热搜一定会撤定 你 是我老婆 我得回去了 你自己回去行吗 当然可以 你赶紧回去吧 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大明星的 你这个丧门星 刚进门就还落实赔钱 离婚 赶紧跟我离婚 月母 您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要落实赔钱了 陈柏都跟我说了 你坏了他三千万的合同 说 为什么跟踪他 要不是你搞破坏 李渊早就把他筹底下的伤害 都交给我了 不是早就能操心 把律师的信 都给我许了吗 你被人骗了 你才被骗了呢 要不是我哄着李渊 李渊都要封杀我们了 叶川说的是真的 老婆 妈 叶川说的没错 李氏集团的合同 已经转到我名下了 肯定是我这两天 把李总统的好 他才把项目给我们的 还是我们陈柏 懂人情世故 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材料 妈 这个合同早就签了 是李渊 看在陈柏 刚来公司不懂事 来拉好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弟弟好不容易签下合同 你就泼凉水 妈 行了行了 有什么好争议的 事实就是 你弟弟上任第一天 就签下了三千万的合同 他签的 您看仔细了 经手人的名字是谁 当然是我们这 怎么会是你 妈 那天李渊在公司闹事 伤了叶川 李家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才签了这合同 把已经签好 给落实的合同 作为条件 然后你把人送过去 你被卖了 还帮人数钱呢 清醒点吧 小舅子 叶川 你给我等着 清醒 小陆总 您会以为上次的事就这么算了吧 小陆总 上次的事情我已经说了 那种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别装清高了 不还是看到男人就贴上去了 小陆总 这里是公司 怎么 你能和叶川打去骂俏 我摸两下就不行了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我告诉你了 不要以为自己找到个靠山了 告诉你 楚安 他是我结养的一个小白领 知晚饭 刘清清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福布斯富豪榜已经更新 秦氏 以123亿美元收购微波成功 有钱真好 有很多钱 真他妈的好 李总 你说的那些事情 很难办的 现在洛家已经欺负到我头上了 你不帮我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不帮你 这秦家不想让洛氏集团破产 我刚在微博上发了一篇 洛雪的负面消息 结果人家转眼 把微博给买了 我能怎么办 这大少爷 神龙俊手 不见我 怎么会在意这小小的洛氏 秦少爷啊 给洛雪住过了三亿的资金 谢云阳 我的钱 可都是听了你的话 才吵了鼓被套住 不然你以为我自己办不到 李总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也是想帮你的呀 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 吞了洛氏 我们五五分账 只要这洛氏破产 这洛雪 还不得乖乖 还不得乖乖跟你 哈哈哈哈 喂 秦少爷 那个 我去过昆蓬集团了 大少爷好像并没有来过江场 知道了 那 这点小事 你自己看着办 喂 驴儿 哎 姐 快坐 今天什么事啊 带我来这吃饭 姐 我找到新工作了 真的 那确实该好好吃顿饭庆祝一下 你猜我的新工作在哪 昆蓬集团 秦总的公司 啊 我都没有想到面试会这么顺利 这个呀 还多谢了谢哥哥 谢云阳 姐 之前生日的事 其实就是个误会 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嘛 你把他也叫来了 姐 只是吃顿饭 姐 你们有话 就好好商量一下嘛 我跟他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知道你不想谈私事 那我们就来谈谈合作 合作 没错 合作 虽然最近秦家给了你们不少的资金支持 但你终归是个女人 要知道 可是有不少的人把你的落家当成肥肉 想要一口吞下 你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吧 你家的小白脸的小情人 得罪了李氏集团的李源 最近他正在到处找人 想要教训叶川呢 洛雪 叶川 到底有什么好 他只会拖累你 跟我在一起吧 那我们江城 不都是我们说了算 姐 叶川 那就是个混账无赖 还是个扫把星 谢哥哥可比他好多了 对啊 洛雪 离婚吧 跟我在一起 啊 我 老婆 我来请你回家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刚好路过 看到你车在这儿 就进来了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的缠着我姐呀 你看清楚 我和你姐是合法夫妻 不叫纠缠 这叫恩爱 你 叶川 你一个吃软饭的 那得落下什么呀 那你又能给他什么呀 难道 一辆二手车 你 我黏着我老婆 合情合理合法 倒是你 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好像赖皮狗一样 死缠烂打 好了 谢总 我洛雪这个人 虽然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如果你下次再跟我说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就直接报警 老公 我们走 哎 姐 没有 我许 既然你不人 那就别怪我义了 哎 老婆 吃饭了 不吃了 公司有点事 我先出去一趟 哎 怎么 李氏要封杀落井 我就说这个叶川是个扫把星 妈 这是跟叶川有什么关系 是李氏集团 联合其他公司恶意打压我们 要不是叶川在这种沙口 李总怎么可能拦截我们落实 而且我早跟你说过 他跟李神经有意图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还敢说 你跟柳青青那事还没解决呢 你说什么呢 我和柳青青有相识 这就是证据 说了两句话而已 这也算证据 姐 李总说了 他也不是非要真的给我们落实 只是我们交出叶川和柳青青 他就把所有的资源还给我 真的 叶川 赶紧去给李总赔礼道歉 让我给他赔礼道歉 他也配 叶川 你知道李总在江城是什么地位吗 就你干的那些破事 要不是我姐弟那成妖 你早死一万次 要是这次合作失败了 那落实可就完了 你就为了这个赘婿 让我们落实破产吗 姐 跟他离婚吧 废不赘婿也不好 洛雪 离婚 那个李总总比这个赘婿强 你们知不知道 我这个赘婿可是天价的 一文不值 好啊 那我就让你们知道 这个赘婿 是怎么让李氏把河东吐出了 是怎么破产的 叶川 你脑子呗 气坏了吧 让李氏破产 你以为你谁啊 怎么 你不相信啊 要不我们等一天 三天之内 上李氏 彻底破产 好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要是我输了 我主动去给你 赔礼道歉 我还要你在落实几团门口 从我的裤裆底部端过去 大喊三声 我是废物 不行 你要是输了 就跟落雪离婚 好啊 你放心 既然我敢答应 就有十足的把握 若是我赢了 您不许再提离婚的事情 还有你 跪下了 给你姐赔礼道歉 我又没做错什么 干嘛要道歉 那你赌还是不赌啊 赌 你怕什么 你还相信 他能有那个本事 好 赌就赌 你今天他冲动了 还为我打赌他 是什么 李氏集团的实力 不容小区 就算我让落实 全力也知道 跟你是抗互的 有个必能跟他 我有办法 继续 知道了 我能够 我爱你 你别碰我 这就是美群 他真是长了 喂 明天有时间吗 出来见一面 三天之内 我要让李氏 彻底破产 少爷 李氏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 您真的要让李氏破产吗 自从李老头死了以后 李源把李氏 搞得乌烟掌漆 你更坏了 就要李源跟拔几事 少爷 您看看这样去吧 哎 真好 李总 小洛总 李总 我是来给您道歉的 上次的事 您别放在心上 我哪敢啊 你们洛市交大业大的 又有秦少爷撑腰 我哪敢得罪你们啊 李总这是哪儿的话 还得忘您啊 高抬贵手 这是我给您带来的心意 您瞧 都是新来的 小洛总 这是什么意思 李总 我姐上次闹那么大 洛市集团那几个人 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要是您能帮我一把 我保证 只要我做了一把手 你喜欢哪个 就是您的 果然还是小洛总总事 洛雪那女人 还懂个屁 既然洛总这么有诚意 那这次的事就算了 但是 那个叶川 您放心 肯定让您把他抽少 不过这个人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昨天还扬言让李总您三天之内破产 还想让我李家破产 还算个什么东西 就是 喂 什么 我们被封杀了 怎么是你啊 别走啊 你不是想找人帮你对付李时集团吗 你会帮我 别急着走 先坐下 好好聊聊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 在整个江城 除了他们秦家和我们谢家 还有谁愿意帮忙对付李时集团 你找别人 不如找我 你要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你不是不知道我写要什么 你也说了 除了你还有秦家 我可以找秦大少爷 别开玩笑了 你要真和秦大少爷这么少 你至于到处找人合作吗 你 没有意外 王 怎么样 凭什么跟你在一起 叶川不也到处在外面养女人吗 和我睡一会儿 我立刻就给洛氏注资 洛总 我错了 求你不要让秦总封杀我们 秦总要封杀李时 洛总 是我鬼迷心跳 我不敢对你手底下的人起了歪心思 我再也不敢了 洛总 你搞错了吧 我根本就不认识秦总 洛总 洛总我求你了 在秦总面前帮我说说好话 实在不行 你带我去见秦总一面 我当面给他告诉人说什么 是你干的 谢云阳 好啊 原来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 故意要搞死我是吧 还想吞并李时 你们这对狗男女 冷静一点 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他干嘛 谢云阳 你我只能 我要是没有活动 你们谁都没想好过 没被吓到了 没有 这点小事还吓不到我 对不起了 是我没有考虑周全 小小小小的什么劲 还不是你们两个 把他比就这样 你 谢云阳 你还算个男人吧 竟然让一个女人 在你面前等到 那我只是当时情况紧急 还有你反应怎么了 就你这样 还好意思说喜欢洛雪 你怎么个屁啊 你在狗叫什么 以后你要是再敢骚扰洛雪 你们谢家 就是下一个理事 去你嘛 宋王卖的装什么呢 真忘了给他找菜 操 你都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李源一直在挪用公款 少爷拟断了他的资金链 所以他才提而走些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没有查清楚 是老挪是指 其实 话就说 一直有人在替他做假账 而且 是从公司的人 什么样的人 能拿过你的耳末吗 是 是二少爷 就是我这个好二弟 看来该给他 准备一份回礼了 老爷子 当初说好的公平竞争 你怎么还偷偷给哥哥 走后门呢 你以为把哥哥送到江城 我就对他下不了手啊 少爷 您在江城那边的势力 有动静了 人找到了 没找到 但是您在江城的势力 夜时间都被拔成 什么 我安城的人生都暴露了 你们去年他的人都被找到 二少爷息怒 所有事情都是曹管家处理的 没人见过大少爷 不愧是我的好哥哥 手段果然高明 看来 我得亲自去到江城 大少爷 三月之期已过 请大少爷归位 主持大局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在江城 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老头子竟然没有消息 有点可惜 您的意思是 先不要拱开我的身份 我怀疑京城那边出事了 哦 对了 你还记得当年的小枫吗 是 您小时候照顾您保姆的女儿 她不是因为偷窃被赶出亲家的吗 当时我就觉得事情非常的可惜 继续查 还有 顺便查一下柳青青的来议 您关于 她是小夫 我也说不上来 总觉得 似曾相识 是你的相识 雪儿啊 你不喜欢谢云阳 那秦家大少爷呢 你也没看上吗 那可是京城首富秦家呀 妈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个秦家大少爷 你不是去过他们公司吗 怎么就没见到人呢 上次来的是宽鹏的副总 我真没见过他 姐 那个秦总又是投资 又是帮你封杀理事集团 这分明是看上你了呀 我也不知道 那个秦家大少到底看上落实什么 姐 你是不是傻呀 这哪里是看上我们落实 这分明是看上你了吗 对呀 你弟弟说的对 那秦姐是什么人 你得抓紧把握了啊 赶紧的 打电话给秦总 约他出来吃饭 老婆 你们聊什么呢 叶川 既然大家都在 约钱的赌约是不是该兑现了呀 什么赌约 理事集团的事是你解决的吗 那分明是秦家大少爷解决的 你还真能耍赖呀 我什么耍赖啊 我们说的是 你让理事破产 可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是秦少爷做的呀 就是啊 这次要不是秦家大少爷帮忙 我们雪儿还不知道被你拖累死了 你要是识相点啊 赶紧拿着钱离婚 妈 说什么呢 你传你干嘛 姐 你别跟他走 不好意思啊 别这么客气小舅子 妈 您真是交了个好儿子啊 闪开 你给我等着 老婆 我今天这么对你弟弟 你该不会生气吧 没有 这件事本来就跟你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不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像他们说的一样 秦少爷喜欢你 连你也这么说啊 那他为什么一直都老了 好啊 你是来跟我算账的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 你跟柳星星是怎么回事 你还真相信啊 他就是为了感谢我 请我吃顿饭 他知道我有老婆的 你生气了 没有 你可吓我 柳星星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他十岁的时候 从不饿怨 似乎碰到受的撞击失利了 以前他跟林药 他的满天生活在一起 不过 感觉是 一直在准备知道 你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小枫 就要取得 鲁小姐的DNA的对比 我知道 你跟柳星星 刚刚做事情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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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知道 是柳星买干的吧 是我自己要接约 你自己接约 你奶奶还在医院呢 你没了工作 拿什么服役要费 我会找到新的费金 我运金要十倍 哪来那么多钱 那我还能怎么办 难道要被他当成货物 一样卖来卖去吗 为什么不去找洛雪 算了 洛雪姐已经很照顾了 我不想再给他 这忙了 那你跟我来 叶大哥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以后 你来我的公司上班 叶大哥 别开玩笑了 这里可是昆蓬集团 我说的就是他 这里是我的公司 我知道 你是想帮我 但是昆蓬集团 不是谁想进就能信的 你不相信吗 少爷 刘小姐 你是曹总 是 你刚管他叫 难道你真的是秦少爷 这下信了 以后 老曹就是你的君记 只需要听我和他的 谢谢 谢谢叶大哥 不 不 秦少爷 不要在外面叫我的名字 你啊 真的很像小枫 那个小枫 对叶大哥 很重要吗 对不起 我不是 把你当当时的提的意思 没关系 只是我也想知道 我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放心 我会查清楚的 嗯 对了 洛学姐知道你的身份吗 她不知道 暂时还不能告诉她 你要替我保密 嗯 你放心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走吧 好你个叶川 竟然背着我姐 和别的女人 勾勾搭搭搭 不清不楚的 这是 喂 姐 我跟你说 刚才发现了一个事 姐 你怎么那么死闹起 秦总这样的 这怎么可能做亏本们 这还不是为了女 秦总怎么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 姐 你是不是傻 秦总啊 富可敌国 只要你和他审庄 陈板 姐 又不是让你可以参离关 就只是见一面吗 见得多 不就不会去 你自己惹得过 你不去想办法 找我说什么 你要是真有能力 自己爬上他的床 看他愿不愿意注资 姐 我这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 够 出去 看什么 我来给你四点吃的 你怎么有空过来 我把外卖的工作给辞了 以后啊 就可以来落实 好好陪你 嗯 你这样也好 对了 晚上我有加班 就不回去吃饭了 加班 好了 先别忙了 尝一尝 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对了 晚上你早点睡 我回去比较晚 我一会儿呢 还有事情 就不用等我了 晚上你会在家吗 怎么了 少爷 晚上 落实 你会邀请 刘小姐 我们已经安顿好了 我们给他找了新的公寓 把他来 走到了最好的医院 今天治疗 做得不错 少爷 这么拥有小姐 是不是一拥有可能 他是你的死亡 就当时为了我 弥补对他以前的亏相 不管他是不是小宝 我都会把他当妹妹看 少爷果然情深一重 行了 别拍马片 说正确 少夫人 连你一拥开 我就得去吃 少爷 不能怪少夫人 你以前加大少的名义 帮了他这么多 是个女的都会心动的 你别说是个女人 就连我 有的时候都说不定会心动的 他和普通的女人不像 是 情少爷 洛小姐 我长相奇特 怕吓到你 所以用这种方式见面 洛小姐不要奇怪啊 当然不会 反而是我一直茂密的 想约见情少爷 不知洛小姐招我 所以何事 我希望情少 可以撤资 情少爷 我觉得这次合作 非常不合理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您只是为了帮我解闻 那洛小姐想要 情少爷 我希望我们可以开诚不公的 谈一次合作 您帮我当成一个合伙人 而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小姑娘 洛小姐的性格果然强势 我喜欢 情少爷过于了 既然洛小姐这么有诚意 那我们就从合作的角度 重新谈一下 那希望和情少爷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洛小姐这么着急回家吗 实不相瞒 我丈夫还在家等我 不好挽回 那洛小姐 和丈夫的感情应该很好吧 确实不错 情少爷 或许认识她 我倒是没打听过 洛小姐的私人情况 那希望下次 我们可以一起 出来见个面 吃个饭 好啊 那我先告辞了 少爷 少爷 走了 走了 看来少夫人真的很喜欢你 哪怕是 以为你是个送外卖的 雪儿她性格要强 这份合同 她不光给我展示了 她自己的实力 还让我这个秦少爷 断了对她的念想 是 不好 我不能赶在她后面回去啊 别瞅瞅啊 叶川 你到底是不是 王师傅 看快点 少爷 已经很快了 再快就要超速了 费什么话 看快点 少爷 您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问你 昆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 哦 对了 集团最近招了一批新人 里面好像有少夫人的妹妹 洛雪儿 难怪雪儿突然间怀疑我 难道少夫人她 今天我去了公司 洛雨儿应该是看到了 所以雪儿对我的态度突然间转变 难道少夫人今天是故意试探少爷 很有可能 哎 师傅 快快 师傅 把车开到后面去 对后门后门 寻找什么事 我太早了 没想到 有了 没想到 这么几一点 我太早了 忘了 没想到 我在前面 你 我 我 没想到 我 从你 不是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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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小心点 老婆 老婆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比较顺利 所以回来的早点 今天累了吧 早点休息 我真的翻闪了 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个人呢 可是我真的看到曹总对夜川恭恭敬敬的 有可能是你看错了呢 不可能 我也不相信夜川会认识曹总 但是我真的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我前天约过秦总 虽然没有看清他的样子 但是通过声音和外形 他们两个完全不同 肯定不是一个人 老婆 我来上班了 难道我真的看错了 鱼儿 你先回去吧 我跟夜川有话说 好吧 来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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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呀 我看你在江城过的日子很舒服 都忘了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了 不是的 少爷 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调查大少爷的行踪 是吗 调查了怎么样 这段时间 大少爷一直都在给陆雪注资 我怀疑 这个叶川很有可能是大少爷的人 叶川 对 叶川就是个松外卖的 但是 他三个月之前 才来江城 和大少爷出现的时间 刚好一致 只有这些 还有 叶川他有个亲友 叫夏依瑶 最近刚和赵志文搞在了一起 如果想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可以从他们两边入手 有点意思 这次就先放过 下次再办什么 知道后果 赵志文 这个贱女人是谁 老公 这小贱人是谁啊 不用理了 夏依瑶 你在这发什么疯 赶紧给我滚 这几天你不理我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 夏依瑶 你扫个什么东西 敢管我的事情 你不会以为我这样跟你结婚吧 我只是心情好 和你玩玩而已 别那么不少的 赵志文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放弃叶川吗 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天天去你公司闹 叶川就是个吃软饭的 你有个屁的损失 叶川是秦家大少爷 不然他姓和的 能和他一起吃饭吗 喂 赵志文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是秦家大少奶奶了 你必须娶我 是你欠我的 秦家大少奶奶 去 把他给我带过来 是 赵志文你回来 你就是个窝囊废 气死我了 赵小姐 你干嘛 我们少爷先去吃喝茶 你少爷是谁啊 是赵志文让你来找我的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 你 叶川 公司建了一个新系 对方公司呢 想要找一个 长相清纯的新人 我想定柳青青 可是他的经纪人 之前被公司给辞掉了 你顶替一下吧 青青她已经不再落实了呀 什么 她 解约了 原来你不知道 怎么 发生了什么 骆晨白 她利用植物之变 把柳青青 送到李源的床上 她不同意 所以就 她还真是 那青青青的人呢 她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 只是 骆晨白 现在利用自己的身份 把公司的女演员 全都散了个别 我还以为 只要不让她 接手公司的项目 就没什么问题 你放心吧 我一定派人盯着她 算了 公司现在 有了新的起色 我爸他手里的权力越大 他闯的祸就越大 你说的也对 这样 从今天开始 陈柏不用来公司了 按照名誉总监的工资 按月给她发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今天晚上回去 恐怕又要折腾 好了 回去吧 好 看什么的 好像有人在看我 你没事我想多了 没事 我们先回去吃饭吧 雪儿 为什么要开除你弟弟 当着我的面 打什么眼色 雪儿 你是打算 永远霸占着洛氏集团吗 妈 什么叫霸占啊 洛氏是爷爷 一手创立的 又不是弟弟一个人的 你弟弟现在是洛家 唯一的男丁 洛氏迟早是要交到他手里的 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的努力 你都看不到吗 岳母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 不流行重男轻女那套了 什么叫重男轻女啊 女人这辈子 结婚生孩子才是正事 还好意思插嘴 你来洛家多久了 还不赶紧为洛家开枝散叶 明天就把你弟弟的职位恢复 听见没有啊 老婆 你还在生气呢 都怪我平时太纵容他 你弟弟这个人呢 他要是不吃掉大亏啊 恐怕不会学乖的 那就停了他的卡 他要是想进洛氏的话 必须给我从底层做起 嗯 还是老婆婴你 就你嘴甜 不过岳母啊 说了这么多 倒是有一句话说对了 什么 开枝散叶 何初领你给我出来 小骆总 今天还是要看车吗 别废话 楼下那辆车 我不要 对了 换成现金 车子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就是不想要了 行吗 怎么 你们格式这么大企业 只能买 不能退啊 当然不会 只不过 这辆车是登记在你解决落雪的名下 就算要退 也必须本人亲自前来才行 什么意思啊 你那天不在现场吗 落雪是我姐 我还不能退吗 不是 能不能做生意啊 那我先打个电话 不是 你不相信我是吧 这车就是我们洛家的 我想干嘛就干嘛 知道吗 快点 你情绪有点激动 我觉得你还是出去冷静一下吧 情绪激动 别碰我 先生 这辆车很漂亮 你是射入吗 有事吗 能不能把这辆车 你有毛病吗 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 数字随便你贴 你 你是秦家少爷 秦少爷 果然和常文中的一样 英姿萨少 气质逼人啊 洛总也是和常文中的一样 秦少爷知道我 他说过一句 我就知道秦少爷肯定对我们洛家另眼相看 不然怎么会投资我们洛家 你误会了 给洛氏集团投资的人并不说 秦少爷的意思是 看上洛觉得是我的哥哥 原来秦总是秦二公子呀 听说洛总你最近缺钱 还不是我姐养的那小白脸 整天说我坏话 非要我从一个小事员做起 秦少爷有什么想法 是这样 最近我知道一场股票的黑幕 如果洛总您缺钱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真的假的 一周 一周大概可以翻三倍 三倍 啊 啊 都听您的 是你 谢公子想要干什么 何小姐 我们少爷想请你喝一杯 跟我走一趟吧 少爷 有谁能让谢公子你这么称呼 秦二少爷 何小姐果然聪明啊 跟我走吧 走 不是和你们说了 要温柔一点请何小姐过来吗 是 下去吧 是 何小姐 不好意思 刚刚手下的人不懂事 吓到了 秦二少爷 我们两家好歹也算有点交情 这个情法不合适吧 何小姐说的是啊 回去我就好好教育她 秦二少爷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哼 也没什么 听说我哥来交场了 想必何小姐还没见过我哥的吧 大少爷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怎么会见过 唉 看来何小姐是选择了秦放了 还是说 叶川 哼 不必那么惊讶 谢云洋傻 我可不惨 你想干什么 唉 不干什么 亲吧 我不会伤害你 听说 秦家和何家有个娃娃亲啊 你跟秦放不如跟了我呀 可能 我不会嫁给你 会啊 等我处理完了秦放 你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带何小姐回去休息 最近怎么没有出零的消息了 何氏集团的人说 何小姐最近出差了 出差 出差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 派人调查一下 是 对了 谢云洋最近有没有骚扰雪儿 谢总 小洛总 最近都 邵云洋的扶持 再加上邵夫人 苦心惊艳 洛适已经转回为安了 京城那边有消息吗 暂时没有 不过我的人很久没有看到二少爷了 他可能不在京城 秦汉阴险狡诈 调的情形 是 老农明白 难道 真的要到底做活吗 秦少爷 人甩掉了 甩掉了 应该是草秦的人 看来秦放也不太衰啊 知道你是我的人 您见过秦大少爷了 谢云洋 你是清过眼还是白内少 啊 叶川 就是秦放 你 您说那个送完卖的 他是秦大少爷 秦放倒是真舍得放下身段 竟然真跑去送完卖了 那秦大少爷呢 他爱好还挺独特啊 不是他爱好独特 是老爷子要求必须在底层工作三个月 谁工作让他满意了 就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谁 难道你也 我 我怎么会蠢到去当什么服务员啊 还是秦二少爷您厉害 秦放 你不是喜欢送完卖吗 那是送一辈子的卖好 您过了 是 接我去办件事 去吧 是 算机会 看什么 妈 妈 吓死我了 我以为谁呢 鬼鬼祟祟的 又想干什么坏事 我干坏事 我挣大钱呢 什么大钱 投了一千万 两天时间 翻了三倍 什么时候学过炒股的 怎么 难道只有我姐能赚钱啊 还是咱们百儿聪明啊 不过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把一川的车卖了 你说什么 你把什么卖了 你把什么卖了 你 姐 你都把我从集团赶出去了 你还管我那么多干嘛 我让你从底层做起 是为了磨练你 磨练 一个月才给我十万块 我怎么活 你弟弟平时应酬多 十万块钱 他怎么够用啊 妈 行了 你不关心你弟弟 陈白 咱们走 怎么了 他没有找你要钱了 那倒没有 不过说来也奇怪 自从他那天气冲冲 跑出去之后 就再也没跟我提过钱 确实有点奇怪 算了 我现在也管不着他 我要去开会了 你怎么又开会了 今天上阳集团的叶总 过来签合同 晚上我不陪你吃了 你自己解决 路上小心啊 早餐 上阳集团 谁说我回叶总 你刚才怎么不让我多说呀 让你姐多拿点钱出来 这是机密 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呢 再说了 这对我又是什么好处 赚到钱了 他又不给我 亏了他还找我 好 是是是 妈 你这还要钱 叫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已经调查清楚了 昆蓬集团的管家曹琴 会在凯豪酒店办内部清宫宴 哦 那秦方会去吗 他一定会去 这次的清宫宴 就是曹琴 刻意为了大少爷 看中的新人柳青青 亲手操办的 刻意让曹琴去办 看来他对这个柳青青不一般呀 叫你准备的东西呢 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药效最猛的药 好 下去了 按原计划行事 是 少爷 直接下毒 不是更好吗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我要弄死秦方 易如红杖 我要的是 一无所有 让他毫无均衍地 倒在我的脚前 喂 陆总 是我 晚上八点半 方便与你吃个饭 谈一下合同的事情 对 凯豪酒店怎么样 干杯 清清 恭喜你啊 新居大火 你马上就成为 一线的大明星了 多亏了秦大哥 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总算没让秦大哥失望 哎 说什么失望不说 我说过让你红 就一定让你红 谢谢秦大哥 吃菜 来来来来 秦桥 你怎么了 我疼 我疼 后远 我疏水 喝醉了 没事吧 秦大哥 是你吗 秦桥 我送你回家 哎 这个女士好像是最记得我的女明星 刘清清啊 果然是真人比照片又好看 秦桥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秦桥 秦桥 你喝多了 现在不清醒了 老婆 是叶川 是叶川 哎 你刚才说的柳清清 他订的哪个包间 应该是 七三七公间 少爷 落学已经 接下来 气的是 叶川 你听我先生 叶川 我们离婚吧 叶川 我们离婚吧 老婆 有人陷害我 真的不是你看到的脸啊 你说有人陷害你 那你说 谁 我 我不知道 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出来 你要查是吧 那你告诉我 这个时间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 落学姐 事情真的不是你看到这样子 秦清 我对你不错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老婆 你一定要相信我 落学姐 所有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是我给落传下意 我真怕欺负你 害我丢了工作 所以 我一直想要报复落家 我故意给叶川下意 为的就是给落家制造丑闻 秦清 你 叶川 到这个时候 你还要让一个女人 给你顶尊 你别赵俊文还不要脸 悠雪 叶大哥 你快去追落学姐 啊 现在说什么 都也听不进去了 秦清 以后没做的事情 就别自己找人 老婆 你听我说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果然是一出好戏 秦清 你这两个女人 我有点意思 妈妈妈 太好了 听见二少爷 把钱打过来了 整整三千万 好好 那让二少爷 多带带你 那当然了 二少爷对我 比我亲哥还要亲 早知道 我就多投点钱了 他能赚一个亿 那你赶紧多投点呀 啊 雪儿 哎呦 姐 怎么了姐 怎么不开心了 谁气不你了 走走来 怎么了姐 雪儿 你怎么了 我要跟叶川离婚 离婚 早就该离婚了 这叶川 就是个吸血鬼 但是 这是怎么回事 叶川 出轨了 什么 他还敢出轨 一个吃软饭的 竟然敢在外面找女人 离婚 离婚 马上跟他离婚 让他静身出祸 老婆 老婆 我拿到监控了 是有人给我下的药 你还有脸回来 赶紧给我滚出去 老婆你看一眼 真的是有人陷害我 看我干什么 你还想赖上我 都改了 陈白 赶紧给我把他的东西扔出去 好 我告诉你 休想带走洛家一分钱 马上滚出洛家 老婆 少爷 您真的被赶出来了 老兄别非相信我 都是老奴的痛 您被人下了药 老奴近人不知道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老兄 不是洛晨柏干的 那个服务员在说谎 看洛晨柏的样子 还不是他干的 那还有事 会什么线 能躲过我的眼线 还能相爱我的人 只有一个 我就跟你说嘛 这叶川他不是个好人 花着我们洛家的钱 竟然敢出轨 早说他看柳凝圈柳准 你还不相信 好了 别再说了 明天我就去 民政局办手续 离了好 那个秦少爷 不是一直对你有意思吗 妈 你能不能不要 再说这样的话了 难道你想我刚离婚 就去供应别的男人吗 那又怎么了 那可是秦少爷 姐 真不开心 我敢 你不是认识了秦少爷吗 你姐 现在可是单身 哦 妈 接下来还有什么指示 明天晚上和我去一趟 二少爷 小洛总 二少爷 我是来给您道谢的 您上次推荐母票 翻了三倍呀 小事 这次小洛总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是想问 还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 不是有 但像上次这么短时间 小数目的 恐怕没有了 一千万还是小数目 那当然了 我们秦总的项目 那都是上亿起步的 上亿 陈白呀 你要好好想想 像股票这么一回事 还不是咱们秦大少爷 说让谁涨 谁就涨了 可是 我没那么多钱 不能这么说 你没钱 你姐有啊 你的意思是 先借着 等赚了钱之后 你再还回去 这一来一回之间 你和我这几个资产 翻了三倍呀 这么好的机会 千载难逢啊 那可是 哎 秦总 既然小骆驼这么不愿意 就不要没想他了 谢谢秦总 那这成百的机会 就让给我 秦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说 我用 我用 马上去 哎 成百 慢点 摔着 干什么呢 你 干什么呢 姐 你没去上班啊 手里拿的什么 拿出来 没什么 拿出来 干什么 妈 妈 成百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 我没有 没有 你就拿出来 好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我叫他来拿东西的 你们拿的什么 哦 原来你跟叶川是协议结婚啊 难怪那个叶川有恃无恐的 去 让他把吞进去的钱 全部吐出来 妈 还得是你啊 你这一闹 姐完全没有怀疑啊 还不是因为你啊 叫你小心点小心点 这小乐器 为了紧走 是 真假结婚 我告诉你也去 等老爷子回来 落实就是你的 可惜 张没偷出来 谁说没拿 还是我儿子厉害啊 二少爷 二少爷 这手全部的身价 小骆总果然豪气啊 二少爷提醒 小骆总放心 这结果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那个 二少爷 我们姐姐 想让秦总转告一手 他想和大少爷吃个饭 好 你放心 我姐和一川已经要离婚了 绝对干净 不会让大少爷失望的 好 我一定转告他 说不定 还能和二少爷成为一家人呢 小骆总说的是啊 那我 去吧 啊 哈哈 怎么会有这么说的 这个骆总 真是痴心妄想啊 他还想和您成为一家人 就他这德项 配配啊 哈哈 秦宝啊秦宝 这怎么被我耍得团团战呢 签了吧 老婆 你真的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 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你跟柳青青的关系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老婆 其实我是 别解释 你现在什么身份 都跟我没有关系 好 那我说你所愿 好 你 好 少爷 您这是何苦 这样也好 秦翰已经知道 我和洛雪的关系 我和洛雪离婚 才能保护她 少爷 都是老奴的错 你罚我吧 好了 不怪你 是我没早点发现 只是 他是有什么身份 来到江城的 不好 是赏阳集团的叶总 叶总 今天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小事 罗总 看看合同 没问题的话签约吧 你干什么 还敢带人来闹事 我是来阻止洛雪破产的 你发什么狗屁 叶川 叶川 顾许倩 叶川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啊 秦芳 你叫他什么 这份合同不能签 你来的速度 未免也太慢了 合同是假的 第三方合作 其实就是他自己 他只要卡一卡时间 就会赔他十倍的违约金 秦芳 你身边的人都太蠢了 今天不是你来的快 只是我不想将这一场游戏 结束的太快吧 你做这些 不就是为了引我出来吗 你一时躲躲藏藏 不敢跟我正面硬刚的样子 实在是太死了 我只好逼一逼你了 你我兄弟一场 何必斗得你死我活 啊 兄弟 哈哈 好啊 想当兄弟 那就乖乖地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不然我能做出更多的事情 好好考虑一下 你到底是谁 我是叶川 也是秦芳 秦芳 秦家大少爷 昆蓬集团的总负责人 秦芳 老婆 其实一开始我没想骗你 看来雨儿说的没错 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心 老婆 我真的是有苦衷 既然你当初没有选择跟我说实情 现在也不需要跟我说 很感谢你能赶过来 但是后面 若是不会再选择继续跟你谈 请 做这一切 以后你会明白的 那叶川 真的是秦家大少爷秦芳 不可能啊 叶川那鬼小子 他不会找人做戏的吧 妈 刚才在窗外拦着你的 是昆蓬集团的曹总 秦家的管家 您觉得 谁能请动他来做戏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赶紧去追啊 我为什么要追他 你是不是傻呀 那可是秦家 京城首富 去去去去 你赶紧去找那个叶啊 不不不 是秦少爷 妈 当初逼我离婚的是你 现在逼着我去追他的 也是你 你 我到底算什么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 是为了我和 还是为了你自己 哎呀 哎呀 妈 你那么着急叫我回来干嘛 你快想想办法 让你姐跟叶川复婚 妈 你疯了 好不容易把叶川那个扫把先赶走 你竟然让他们复合 你知道叶川是什么身份 送外卖的 没有什么身份 他是秦家的大少爷 秦放 妈 你疯了 叶川 那个废物 哎呀 你赶紧看看你的股票吧 不然是他 能不能卖 你瓶 你不不 谁 担心 你不能卖 你 好 你能看 你不愿意 跟美丽 我 我 担心 摔楼 你要是实在不懂 收拾东西滚回家去 夏大哥 夏大哥 我求求你了 我这 我这点钱对秦少爷来说没什么 我 陆陈白 赚了钱你想分 亏了钱你想全身而退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谢云阳 你骗我 要不是你 我根本不会买这么多 现在才知道啊 哼 晚了 滚 你 怎么了 你说呀 劝我 二少爷怎么说 妈 你抱抱我 我师爷全没了 妈你救救我 要是被爷爷知道了 我死定了 我真的死定了吗 妈 亲家我们根本惹不起 夜川 妈 你不是说夜川是什么 秦家大少爷吗 妈 你去求他 妈 你帮帮我 快 我们当初那么对夜川 他怎么会帮我们 姐 妈 让姐姐和夜川就行 然后让秦家放过我们 她肯定能帮我们 你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 妈 我有一亲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些药 老师好 夜川要是睡了我紧 他能不答应我们吗 对吧 那也只能这样了 少爷 您终于可以恢复真实身份了 没想到秦汉 知道我和洛家的关系 他到底想要什么 你知道吗 老奴不知 但是 老爷让老奴来江城辅佐少爷的时候 说让少爷务必去一趟何家 或许何家知道些什么 何家 有何初灵的消息吗 有人一周前 看见何小姐和谢云阳 在公园出现过 之后 再也没人看见过何小姐了 谢云阳 又是他 何小姐 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死了这条心吧 看来何小姐还不太懂我的脾气啊 我这个人向来没什么带气 你不要过来 如果何小姐不想受伤的话 还是乖乖的听话 放开了我 何家不会放过你的 何家 你以为我会怕何家吗 迷 tat 谁brand 放开我 你不要过来 放开我 你不要过来 我 中文字幕提供 妈 你怎么想起自己亲自下土啊 好久都没动手了 今天刚好有时间 来尝尝妈的手艺 多吃点啊 都是你爱吃的菜 你先吃 我再去拿一个汤 妈 吃了吗 吃了 吃了很多 吃了很多 你 媳妇你怎么了 我好热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你胡说 我收到你的短信 你说你有危险 我就赶过来了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这 那昨天晚上 就当是一场意外 洛雪 如果说 我和柳青青是清白的 你会相信吗 叶春 当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开始 我就再想一个问题 你秦家大少爷 为什么会隐姓埋名的 来我洛家当坠婿 你还记得 当年你从人贩子手里 有过一个小男孩吗 那个男孩就是我 是你 是我 我来江城 就是为了找你 但我知道 你就是那个女孩的时候 所以我就 所以 你是报恩 不是喜欢 老婆 我 好了我知道了 我都懂 你捧洪流青青 害怕她受伤 喜欢一个人 会从行动上表现出来 我小时候不喜欢跟笨男孩玩 长大了 我也不会跟不忠诚的男孩在一起 不许 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找到何树梁了吗 在楼下的草坪上 找到了何学姐身上的定位器 人可能已经被大少爷带走了 一军废物 一军废物 启发好 既然敢抢我的人 那就别管我不客气了 雪儿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妈 是不是你干 是不是你给我下的药 秦少爷 他没跟你一起回来 果然是你 妈 我可是你的亲生女 雪儿 妈不是为了你好吗 才让你们重归于好的 你要是嫁给秦少爷 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妈 所以你就把我迷运送到他床上是吗 我也是有自尊的 你这样做 让叶川以后怎么看我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什么自尊啊 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能有什么事啊 这我就不是后悔了吗 我早知道叶川就是秦大少爷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们离婚的 你还在骗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三百呢 这件事是不是跟陈白有关系 不是 跟你弟弟没关系的 哎呦呦呦呦呦 这么热闹 在找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要债了 要债 我洛家 什么时候欠你们钱了 他不知道啊 你的弟弟洛陈白 用你们洛家的房产和股权 在我们那抵押了五十亿去炒股 什么 现在呢 你们要么还钱 要么给我滚蛋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都是秦二少爷干的 哎 话可不能这么讲 炒股嘛 有赔就有赚嘛 不过秦少爷赔得起 你妈 赔得起吗 妈 你救我妈 谢云阳 我们洛家跟你们也算是有交情 要不是你连红带骗的 我们陈白怎么会上当的 哎 阿姨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是洛晨白非要跟着秦少爷去炒股 我们又没有逼他 不过 你们要是还不上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哎 雪儿雪儿 你赶紧给秦少爷打电话吧 让他来救我们 妈 这件事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不对 你知道他偷了我的硬帐 也知道他把家里所有的财产 都抵押给了谢云阳 是不是 哎呦 雪儿雪儿 你赶紧给秦少爷打电话呀 都什么时候了 哎呀 你跟他借五十亿啊 他肯定会借 原来如此 难怪费尽心思 让我们俩复活 想尽办法的把我送到他的床上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就不要再吵了 你们又实在给不出来 我这倒有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洛雪儿 只要你愿意跟着秦少爷 以后所有的债务 一笔勾销 洛雪儿 秦少爷有了事情 只要你失去 洛家倒要不在一旁 哎呀 雪儿 妈 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 我现在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你告诉他 我洛雪就算是流落街头 也绝对不会跟他这种人同流恒恶的 哼 敬酒不知吃罚酒 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赶 好女婿好女婿 你来了就好了 好 晋风 大少爷 我只是二少爷 叛不来收债的 白纸黑字 洗得很清楚 你不是想要来照 欠债还钱 当然是天经地义 哈哈 大少爷果然是身名大义 但是 欠债的人不是洛家 而是你 什么 就在一个小时期 我已经收够了 谢你所有的资产 现在洛家不欠你的 而是欠我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还有 洛晨柏那只股票 已经长成了 而你谢你一想 现在欠洛家五十个鞋 妈 妈 亲娘 我就说嘛 还得靠秦少爷 不过这秦少爷也真是的 就不能早点来吗 害得我们白挨这一顿大 姐 就是啊 你怎么不早说 秦家少爷已经处理好了 我不就不用提醒你 就这样了 陆成白 你还敢说这种话是不是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洛家会变成这样吗 我 我怎么了我 我还帮洛家赚了五十亿呢 那五十亿可不是你赚的 那是叶川用昆蓬集团换来的 你知道扭转股市 叶川得花多少钱吗 那 那现在没事不就行了吧 姐 你怎么了 你是要去找秦大少爷吗 我去趟医院 医生 我到底怎么了 最近总是心乱呕吐的 到底什么病 洛小姐 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 什么 孩子 你这时候来 是要我怎么办 洛雪 她怎么会在这 医生 刚才那位洛小姐 她看的是什么 秦少爷 这下可怎么办呀 不就是五十亿吗 有什么大不了 看来这洛雪 在秦放心里 还有点危识 那 要不找个机会 把洛雪 把她给我带来吧 是 少爷 找到了 洛小姐宣布 要在你中后 和大少爷就会 什么 你醒了 月川 你怎么会来了 伤势怎么样 好些了吗 自从你那天救了我 青青就一直在 细心的照顾我 我的伤早就已经好了 没事就好 婚礼已经定好了 就在下场 那 洛雪呢 只有我们联姻 我才能拿到 秦家和和家 在江城所有的资产 否则 我们根本就不是 秦汉的对手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误会的 等这件事情解决了 我一定要好好 跟他解释 那你好好休息 怎么了 秦大哥 我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 我 我的报告结果出来了 我确实 是你认识的小枫 确实这件事情 我早就知道 你放心 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的好妹妹 对不起 柳雪姐 柳青青小姐 你是 我是秦汉 你找我干什么 柳小姐请放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我只是有事情 想请你帮忙 怎么了 小枫 没什么 就是昨天没有学习 放心吧 过得今天 一切都结束了 洛雪姐 开好酒店四楼 与叶川有关 请速来 叶川 何出林 怎么 洛雪 你果然来了 欢迎来参加 秦放先生 和何出林女士的婚礼 下面 我们有请新人 秦放先生 你愿意娶何出林 为合法妻子 此生同甘共苦 故离不弃吗 我愿意 何出林女士 你愿意嫁给 秦放先生 我愿意 慢着 哥哥 你要结婚 怎么可以不邀请我呢 你怎么来了 别紧张 我只是来送礼罢了 别害怕 里面没炸弹 打开看一看 说不定看一看 改变主意了 洛雪 你把它怎么样 哎 他再怎么说 也是我的秦大嫂 我可不敢欺负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给你三天时间 把所有资产和老头的钥匙交给我 不然 就等着收尸吧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在秦汉手里 我们的人在忙着筹备关里 尚夫人突然闯进来 才不他们钻了空子 我是告诉你 让你们瞒着洛雪吗 我是让你们看着 不让他接见 秦汉在什么 为什么还会这样 老奴最可万死 请少主恕罪 你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成这个样子 没想到 他利用我 引洛姐来这里 就是为了绑走洛姐 好了 别哭了 洛雪现在已经落在他手里 现在只能赶紧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对不起 洛姐还怀我身孕 万一他 你说什么 他怀孕了 你怎么知道他怀孕了 是真的吗 对不起 金大哥 你冷静一点 他慢慢说 小患者孩子被秦汉抓到 你和我怎么冷静 秦放 现在洛雪在踏实上 你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 反而还会中了他的圈套 洛雪现在是他威胁你的筹码 只要他一天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洛雪就不会有危险 到底怎么回事 我那天在医院 遇见了洛雪姐 这 这是他的检测报告 秦汉那天找到我 让我告诉洛雪姐 你们今天结婚的事情 他说 他喜欢何小姐 如果 如果我不帮他的话 他就杀了我奶奶 秦汉 秦放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洛雪救出来 秦安他要的钥匙 究竟是什么 秦家的老宅 有个密室 老爷子说过 秦家所有的资产都在里面 秦汉应该要的是那把钥匙 他以为钥匙在网站 可我从来就没见过钥匙 那秦汉应该也没有见过这把钥匙 不然 我们弄把假的 你有那把锁的读片吗 你们看 我头好痛 我头好痛 是谁 谁在那里 你怎么了 我好像 我好像去过那个地方 那个有人拿给过 少爷 您迷下所有的资产 都已经盘点清楚了 好 清清话的话 我已经打印出来了 给你 马上叫人 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 对了 小枫 他没事吧 他已经睡了 而且他是忍着头痛 才换完这幅画的 我希望 你不要太责怪他 我没有怪他的意思 我只是怪自己 没有我后好老许 明天 我想和你一起去 秦汉他不可能让我带人去的 再说你去了 我也不放心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护身符 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以后 一切顺利 谁管我不能要 你就当让我安心 好吗 好 接下来 就麻烦你了 放心吧 你就专心去做你的事情 是你 啊 醒了 别挣扎了 我给你下的药 会让你四肢贪软 浑身无力 你是抬不掉的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不 琴放你就完了 你不如除了我 我还能在二少爷面前 给你指着情 我警告你 你要是感觉我无力的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 我好怕怕呀 那你看看今天晚上 是谁弄死谁呀 啊 你敢咬我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你要是过来的话 我警察就跳下去 陆雪 这可是吃青了 你要是敢跳下去 你闭死我一眼 医生说已经两个多月了 洛小姐不会那么狠心吧 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来 只是想用洛小姐和琴放做个交易 你想利用我威胁叶川 你赶紧放了我 不然我真的从这跳下去 好啊 请管跳 反正我拿着你的尸体 照样可以威胁琴放 谁让你把他带到这来了 对不起少爷 我只是一声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告诉你 给我管好自己的下半身 洛小姐还有用 他要是死了 你也别想活命 是 是 齐放 你还真听话呀 竟然真的敢一个人过来 你要的东西 我带来了 别着急呀 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 我现在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我 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在你掌头之中 你要的不就是钱吗 放了洛雪 把东西打开给我看看 怎么 怕我带了炸弹过来 难道你做不出来这种东西吗 这里面 是我京城和江城 所有的资产 还有股权转让合同 钥匙呢 钥匙我可以给你 你先放了洛雪 来人 带上来 洛雪 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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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他 钥匙 钥匙在这儿 你先放人 秦芳 我说你咋就学不会求人呢 现在不是我在和你商量 是要求你听话 洛雪 洛雪 差不多得了 无耻 无耻 你放了他 秦芳 你还不知道吧 你可要当爸爸了 就是不知道这肚子里的是男孩 别帮我 这是女孩啊 你敢动他 我杀了你 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好 我求你 求你放了他 怎么 没人教过你 求人是要跪下来求的吗 我求你放了他 秦芳啊秦芳 你也有今天啊 为了个女人 竟然跪下来求我 叶川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们两个不是兄弟吗 咱不是答应把东西给你吗 都给了我 那我小时候说的 行什么所有人都夸赞你 支持你 就连老爷子都觉得 只有你才能当秦家的继承人 把所有的资产都留给你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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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错了 老爷子一直以来 最疼爱的都是你 放屁 爷子最心疼我 偷偷把地下室的钥匙 都给了你 不过没关系秦芳 现在不一样 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秦芳 根本就比不过 我部署你 现在可以放着呢 秦芳 你这么喜欢当外卖员 以后就干脆 别有这种名字 你以后就一直叫叶川 送你的外卖去吧 我们走 若萱 叶川 你个混蛋 你出尔翻来 你出尔翻来 小小神 别碰我 秦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事情还顺利吗 秦汉果然不放身 还好 我把定位系统 放在了小雪身上 太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洛雪的下落 知道 他把洛雪藏在哪里 等他放松警惕 我们就可以把他救出来 秦大哥 多说我吧 没事 以后有什么事情 记得一定要告诉我 若我笑 知道 对了 处理了 实在不好意思 你对玉佩 摔裂了 你说什么呢 你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了 这玉佩 这有东西 秦芳 你看 果然如此 恐怕老爷子 早就知道秦汉 妥谋不归 所以把钥匙给了你 那老爷子 一定要让我过来找 太好了 那是不是 我们的把握就更大了 这一次 我一定不会让秦汉 得着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坤鹏集团的负责人 不仅如此 秦家在京城所有的公司 都归于我的名下 秦芳 你还想反抗我 你现在所有的产业 都在我的轨下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老爷子曾经说过 谁经得起烤县 谁才是真正的继承神 秦芳 你是很久没去京城了吧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老爷子早就瘫痪在病床上 神志不清了 给他看看 老爷子 不可能 这视频是假的 这视频绝对是你合适的 是你囚禁了父亲 以父亲的名义来压我 想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这种秦家 胡说 明明是你控制了父亲 别帮他拍这个视频 秦汉 好大的胆子 秦总 秦总 秦汉 你好大的胆子 为了得到家产 你竟然给我下毒 不能 你是假的 你一定是假的 你是起烤县来做戏的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秦家再也没有秦汉 我要和秦汉 断绝父子关系 不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和我断绝关系 确实不能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秦家的孩子 你胡说 你还记得小枫吗 二少爷 好久不见 你不是他身边的小情人吗 二少爷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小枫啊 当初听到了你和夫人之间对话 是你拿花瓶砸了我的头 你放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听不懂你说的话 夫人说 他骗老爷是早产 其实你是足月就出生了 你是夫人嫁给秦先生之前就怀上的野种 胡说 所有的证据都在这儿 包括亲子鉴定 秦汉 你输了 秦汉 你以为我这样就会认输吗 别忘了 落雪还在我手上 我就知道 你还是不死心 只要我手机一响 落雪必须死 落雪已经被我救出来了 如果不信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问我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找到她呢 上次给你送合同的时候 我把定位系统给了落雪 是你自己太自以为是 掉一清心 秦汉 这次你彻底输了 我不会 解放 我没有输 我没输 秦汉 你再一错再错 我没有错 没错 错的是你们 要不是你这个老不死的 一直偏心 我能变成这样吗 秦汉 只能怪你自己 自己太贪心 是 是怪我 怪我心太软 没有杀了你 和这个老不死的 你 把人给带下去 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然而未见笑了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侵犯 正式接管 秦汉集团 哎呦 雪儿 我的好女儿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雪儿 没事吧 妈 成本 我怎么在家 是秦少爷救了你 陆雪 事情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秦汉已经被捕了 我也正式接管了秦家 那就好 恭喜你 你 这次救我的 是何小姐 其实我和他 只是假结婚 当时我和秦汉的实力相当 只有和何小姐假结婚 何家的那些老爷子 才会站到我这边 还有柳小姐 那天晚上 真的是秦汉 他故意陷害我 我又没问你这些 我要和你解释的 万一你 不原谅我怎么办 有什么原不原谅的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跟谁结婚 都会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 陆雪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 要进满我的身份的 当我想告诉你的时候 秦汉已经控制了 整个秦家 我怕 会连累你 除了这些事 你还有什么瞒着我 我没有一点 除了进满我的身份 我再没骗过你 就这一次机会啊 我告诉你 你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 瞒着我 我就 绝对不会有瞎子 我会再骗你 老婆 其实 我们没有离婚 我在上面签的名字 是叶串 你 少爷 二少爷被诊断出 精神方面出 秦汉啊 秦汉啊 秦汉 事到如今 何必呢 既然他已经疯了 就让他在牢狱里 好好待着 他手下的那些人 都处理好了吗 小规章志 该找的创 该辞退的辞退 只是 他身边的那个提升保镖 一直没有消息 一定要把身找到 他手下的人 都是定时炸弹 是 一切都结束了 我才是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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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车已经准备好了 请不放 我一定会回来